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如何试图将在加沙被扣押的美国人质带回家 斯塔莫面临工党前派议员对加沙停火投票的反对 伊朗人看到以色列加沙冲突的两面 美国敦促释放加沙人质担心他们的安全 美国海军舰艇击落野门的无人机官方消息 请大家收看 美国如何试图将在加沙被扣押的美国人质带回家 华盛顿邮报 在加沙至少有240名人质被扣押 其中包括9名美国人和一名合法永久居民 这场危机对拜登政府和美国人质政策来说 是一次重大考验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努力都集中在北俄罗斯 伊朗委内瑞拉和中国等国家 以无根据的指控扣押的美国人身上 导致达成了带回篮球运动员布里特尼 格里纳和最近被伊朗扣押的5名美国人的交易 根据詹姆斯·达伯留福利遗产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 直到上个月 恐怖组织还没有扣押任何美国人质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不会向劫持人质者让步 专家表示 实际上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工具来解救人质和被扣押者 包括谈判换求 政策变革和通过第三方获得资金 唯一的例外是他不会向被其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支付赎金 比如哈马斯 美国还努力进行解救行动 尽管这样的任务总是存在风险 根据西北大学政治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的研究 过去20年里公开报道的解救美国人质的任务中 大约有一半是由其他国家的军队进行的 美国官员表示 就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和外国人质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这引发了人们对即将宣布初步协议的希望 尽管以色列继续进行无情的军事行动 已经造成加沙地带11000多人死亡 斯塔默面临工党前派议员对加沙停火投票的反对 金融时报 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爵士原计划解雇至少三名内阁成员 因为他们计划违抗他的命令 支持一项要求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停火的议会动议 犯罪减少影子部长纳兹 沙阿和出口影子部长阿夫扎尔·汉表示 他们将支持苏格兰民族党提出的修正案 斯塔默警告内阁成员 如果他们支持该动议将被解雇 到目前为止 约有20名影子部长和助理已经违抗斯塔默的命令 呼吁停火 伊朗人看到以色列加沙冲突的两面 金融时报 伊朗对伊巴冲突的观点复杂多样 许多伊朗人对巴勒斯坦人感到不公正 但也不赞成伊朗政权支持反以色列武装分子 最近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情绪 许多伊朗人谴责双方杀害平民 在日裔世俗化的伊朗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和平生活 而不是仅仅基于宗教支持一方 然而 伊朗政权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和该地区的武装团体 美国敦促释放加沙人质 担心他们的安全 华尔街日报 白宫派遣其高级中东顾问 前往该地区 推动加沙被扣押人质的释放 拜登政府一直敦促以色列 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 进入加沙 并减少以色列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 美国还劝阻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激进组织 真主党在以离边境 升级敌对行动 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布雷特 麦格克将在他的地区访问期间 与巴勒斯坦、约旦和波斯湾官员会面 美国正在寻求释放大约240名人质 其中包括至少9名美国人 他们自10月7日以来 被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扣押 由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有关可能释放人质的谈判进展缓慢 哈马斯和以色列已经讨论了一些提议 包括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和以色列停止袭击 以换取人质的释放 美国海军舰艇击落也门的无人机官方消息 路透社 根据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 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在红海击落了一架来自也门的无人机 这架无人机被阿力、伯克及驱逐舰托马斯、哈德纳击落 目前尚不清楚这架无人机是否携带武器 以及在被击落前离舰艇有多近 上个月,另一艘美国军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四枚巡航导弹和15架无人机 胡塞武装发射将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并威胁要瞄准红海和巴巴尔曼德海峡上的以色列船只 维维安·希尔夫知道战争永远不会带来好处 经济学人 维维安·希尔瓦是以色列的一名和平活动家 他致力于试图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起 希尔瓦在加拿大和美国长大 是妇女权益的热情倡导者 1974年移居以色列后 他成为他所在的第一个集体农场中为数不多的女秘书之一 并开始以任何方式与巴勒斯坦人合作 他在集体农场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工作 并创办了一个名为创造和平的组织 鼓励贸易商和工匠之间的跨境联系 2014年 希尔瓦对自己作为和平活动家的工作感到失望 并决定专注于建立一个 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妇女组成的运动 共同努力倡导 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而不是战争 该运动的以色列分支妇女发起和平 现在拥有约45000名犹太和阿拉伯以色列妇女 2018年10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会 会员们手牵手从伯利恒走到耶路撒冷 象征着他们对和平的承诺 三天后 哈马斯激进分子闯入了希尔瓦所在的集体农场 迫使他躲进了一个安全室 他的儿子后来说 他会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不为和平而努力的结果 你的健康计划不起作用 金融时报 据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称 不足的老年护理给劳动力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许多患有痴呆症的家庭 必须在破碎的医疗和护理体系中 艰难地度过多年 作者要求提供统计数据和解决方案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 文章还谈到了大多数企业福利计划的无效性 虽然许多首席执行官 认为他们已经做足了支持员工心理健康的工作 但一项研究发现 在一家美国大公司中 80项福利措施中有78项 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文章认为 对员工福利的混乱和不协调的方法 是导致这种缺乏成功的原因 为了有效 管理者需要了解员工的个体需求 并将干预重点放在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上 文章建议 给予脆弱的成功者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 来帮助他们应对和茁壮成长 职场福利专家们一致认为 未来的福利计划将摒弃一刀切的方法 而是专注于创造 让个人能够优先考虑自己需求的工作场所 拜登面临压力 敦促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保持更大的克制 金融时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他干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因为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 拜登尚未呼吁立即停火 但他对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的批评态度 已经加强 拜登政府内部对以色列的做法越来越不安 内部的不满已通过官方渠道表达出来 现在 拜登面临着压力 要求以色列政府减少军事行动 西方外交官表示 拜登对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的容忍度 可能会在11月底之前逐渐消失 以色列官员已经意识到这种时间压力 估计他们还有两到三周的时间 才会面临重大的外交压力要求停火 他们正在计划各种情况 包括可能的短期或长期战争 对美国的压力反映了以色列继续进攻的能力 取决于华盛顿的事实 观看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炸毁哈马斯政府大楼 英国美日电讯 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加沙地带一座重要的哈马斯政府大楼 并突袭了该地区的主要医院 以色列新闻频道播放了大楼被巨大爆炸摧毁的画面 以色列军队搜查了阿尔西法医院 声称他们的目标是隐藏在建筑物下的哈马斯指挥中心 联合国估计该医院至少有2300名患者 员工和平民 这次行动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 该组织的人道主义负责人 向联合国提出了缓解加沙危机的计划 伊朗告诉哈马斯 他不会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 英国美日电讯 根据与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 阿里 哈梅内伊在德黑兰会面的三名伊朗和哈马斯官员的说法 伊朗不会与以色列直接冲突 伊朗将继续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哈马斯 但不会直接干预 伊朗还将利用其包括真主党在内的盟友 以打击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美国利益 这一战略旨在与哈马斯团结一致 并在不卷入可能牵扯美国的直接对抗的情况下 拉伸以色列军队 伊朗表示 其联盟的所有成员都独立做出决策 真主党没有与以色列进行全面对抗 而是使用有计划的袭击将暴力局限在黎巴嫩 以色列边境的狭窄地带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称 以色列为恐怖国家 批评西方 半岛电视台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将以色列描述为一个恐怖国家 并指责其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 实施种族灭绝 他敦促以色列领导人 在海牙国际法庭受审 以犯下战争罪 埃尔多安还呼吁以色列总理 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承认 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器 并表示 土耳其将努力 让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者 被认定为恐怖分子 土耳其最近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 并暂停了与该国的官方联系 而以色列表示 正在重新评估与土耳其的关系 亚太金河组织最新消息 马来西亚的安瓦尔敦促结束冷战思维 彭博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 APEC论坛上进行 此次会晤是在数月的努力下 旨在减少紧张局势 并重新建立两国之间的联系 APEC论坛 还将举行会员国领导人之间的双边和多边会议 预计包括埃隆 马斯克和桑达尔 PX1在内的顶级首席执行官 也将出席此次活动 联合国安理会 将就呼吁在加沙冲突中暂停投票 路透社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就一项决议进行投票 呼吁在加沙地带 实施紧急和延长的人道主义停火和通道 自从冲突于10月份开始以来 此前已有四次尝试采取行动失败 预计该决议将被通过 然而一些国家可能选择弃权 该决议呼吁遵守国际法 保护平民 并释放哈马斯和其他组织扣押的所有人质 他还呼吁加大对加沙的援助投送 卡塔尔寻求以色列哈马斯达成协议 以释放50名人质并实现为期三天的停火 消息来源 南华早报 卡塔尔调解人员正在寻求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一项协议 该协议包括 以色列释放大约50名来自加沙的平民人质 以换取为期三天的停火 这项与美国协调的协议 还将看到 以色列释放一些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 并增加允许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数量 哈马斯已经同意了协议的大致轮廓 但以色列仍在就细节进行谈判 然而 最近几周以来 由卡塔尔主导的谈判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至今尚未报道 谈判现在的重点是释放50名平民囚犯 以换取为期三天的停火 并且 哈马斯已同意该协议的大致轮廓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的西法医院 以下是他如何成为 与哈马斯战争中的一个争议焦点 雅虎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市最大的医院 西法 声称哈马斯将其用作掩护 医院否认了这些说法 并表示 他只用于治疗病人和受伤的平民 世界卫生组织 将以色列对医院的军事入侵 描述为完全不可接受 并表示医院不是战场 加沙的其他医院也遭到了袭击 红十字会试图从Alcox医院 撤离近6000名患者 员工和流离失所的人 但由于炮击和战斗而不得不放弃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相聚在六度简报节目中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丰富多样 我们先来看看 关于美国试图将在加沙被扣押的 美国人质带回家的消息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解救 被扣押的美国人质 采取了一系列工具 包括谈判换求 政策变革和通过第三方获得资金 然而 面对这场危机 拜登政府面临着重大考验 虽然美国长期以来 一直表示不会向劫持人质者让步 但在过去几年中 美国政府已经与一些国家 成功达成了人质交换的协议 这次在加沙的人质危机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看他们将如何应对 在英国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工党领袖斯塔默 面临工党前派议员 对加沙停火投票的反对 这显示了在加沙危机中 斯塔默面临着内部的分歧和困难 不过 我们也看到了伊朗人 对以巴冲突的多样观点 这表明 在伊朗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和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在国际舞台上 美国正在敦促释放加沙人质 并担心他们的安全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白宫派遣了高级中东顾问 前往该地区 推动人质的释放 与此同时 美国还在劝阻以色列 和黎巴嫩的激进组织 在以离边境 升级敌对行动 这表明 美国正在积极参与 解决加沙危机 并寻求保障人质的安全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 美国海军击落野门的 无人机的消息 这再次引起了人们 对于中东地区的 紧张局势的关注 我们知道 近年来该地区的冲突 和紧张局势 层出不穷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关注 并加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其他领域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 对于老年护理 和员工福利的讨论 这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关注 和改善这些重要的领域 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和工作环境 最后 我们看到了 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冲突的新闻 拜登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他在加沙地带 保持更大的克制 这显示了国际社会 对于加沙危机的 关注和担忧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 土耳其和伊朗 对以色列的批评和态度 这再次凸显了 该地区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 涉及到了国际政治 人道主义问题 以及员工福利 等多个领域 这些问题的解决 需要各方的努力和合作 作为观众朋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呢 欢迎你参与讨论 并提出问题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